嗨 其实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自己总是这么爱下折腾 解飞前的淤青 换来了天空中的自载遨游 喷下的显色 换来了大海的能量交换 魔魄的脚底 换来了山巅的第一树光 梦想 就是一场直冲云霄的大脑天宫 这一场直冲云霄的 五年 三十一个国家 三百万公里数 上百个目的地的从未止步 造就了今天的我 而在这些美好影像的背后 是磁具电视台主播工作时的 被质疑与否定 是告别按部就班的人生时的 不被理解 也是启程前内心憧憬与胆怯的对手戏 风吹日晒 辗转奔波 不可预知的危险 是美好故事的重要脚本 也是接近梦想的必经之路 我想把世界的美好 分享给更多心中有梦的人 在这条路上 我不断清晰了一个答案 太阳会偏爱像梦想奔跑的人 像梦去飞 有思有为 成就有思青年 创造无价青春 今天我要讲述的人物是 旅行达人 王小猴 我们一起来听 最近很羡慕这个视频里的女孩 她叫王小猴 是一名旅行达人 就像视频里介绍的那样 她在过去五年里 去了三十一个国家 走了三百多万公里路 爬山 潜水 露营 飞翔 上天入地 这些都不在话下 而她无论去什么地方 干什么事 都是一副特别开心 有活力的样子 在王小猴的公众号里 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留言 你在过着我理想中的生活 怎样才能像你一样 当诗语远方成为许多人的梦想 王小猴无疑过上了人们向往的生活 但我想说的是 潇洒和困难往往是并存的 飞行很潇洒 但你可能不知道 王小猴在学滑翔伞时 曾经不小心掉进水里 差点遇险 潜水很酷 但你也想不到 王小猴为了学会潜水 喝了几肚子咸色的海水 更别提常年的奔波 在这个美丽女孩身上 留下一道道淤青和疤痕 这些旅行的危险 王小猴当然都知道 但是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 五年前 王小猴还不是满世界跑的猴 那时的他叫王晴 是一名正经危坐的主持人 再往前五年 他是加拿大女王大学的一个普通学生 学着炙手可热的金融专业 自由的猴还被压在五指山下 王晴人如其名 从小乖巧 学习好 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人生的转折发生在二零一零年 那年 王晴利用课余时间 参加了凤凰卫视主办的中华小姐大赛 一不小心就闯进了十二强 虽然没拿到冠军 但王晴就此和凤凰卫视结下了缘分 通过参加比赛 他发现上电视挺酷的 一个节目要精彩 少不了节目组的集体创意 如何营造跌宕起伏的情节 如何把最精彩的部分展示出来 如何让观众一眼记住电视上的人 正处于毕业迷茫期的王晴 突然就对媒体工作产生了兴趣 他是一个喜欢创新与分享的人 而这些工作内容都让他觉得新鲜 跃跃欲试 加拿大小城的生活一城不变 大学毕业后王晴回国 在香港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同时进入凤凰卫视 成为了一名实习记者 从金融行业转行到媒体 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 众所周知 在香港最赚钱的就是金融工作 薪水是媒体的好几倍 而王晴每个月的工资 大部分都用来付了房租 他所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上的回报 在电视台工作 能够极大发挥他的优势 把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付诸实检 并通过电视让更多人看到 这让王晴特别有成就感 渐渐地 王晴从记者编辑做到主持人 开始负责点滴凤凰人 和时事直通车之凤凰气象站等节目 一天一播 一周一播的节目 最考验制作人的创意 点滴凤凰人是一档 记录凤凰主持人 台前幕后工作的节目 挖掘台里同事的另一面很难 王晴永远在焦虑 下一周还能做哪些有意思的内容 有一次 他和另外两位主持人去帕劳旅行 旅行中 同事们的状态和镜头前迥然不同 这让王晴突然来了灵感 为什么不把这段旅行记录下来 变成另一期的内容呢 没想到 这一期播出后 反响特别好 相较于严肃的面孔 观众更喜欢主持人们 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 这样王晴明白了一个道理 一定要让自己走出去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你会有全新的思考和收获 后来 无论是做节目还是生活里 他总是乐于走出大楼 去邻里街巷 不同城市国家走走 去拜访有趣的陌生人 走出去或许可以打开另一扇大门 纵观王晴前25年的人生 从乖学生到中华小姐 从记者到主持人 从加拿大到中国香港 其实也是不停走出去的过程 放弃别人眼中稳定 有前途的生活 他在反复瞎折腾中 思索自己想做的 并为之努力行动 在行动中 也不忘停下思考 总结人生经验 电视行业小有成就之后 王晴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 花果山的猴 向往在天地间自由来去 2016年 王晴辞去了电视台的工作 王晴从此成为王小猴 这个选择再次让旁人大跌眼镜 当主持人上电视 多光鲜亮丽啊 但这行做久了之后 王小猴更多体会到的 是光鲜背后的循规蹈矩 相似的时间 相似的地点 做着大同小异的内容 这不是他想要的人生 他的公众号叫 花果山自由的猴 也正如他自己 是一个自由的灵魂 王晴辞决定 再次转变人生方向 从电视台离开时 他想着 反正还年轻 微富还少 想有更多的尝试 那么接下来做什么呢 当记者的几年 王小猴因为工作 去了很多地方 结识了许多很优秀的人 从他们身上 王小猴学到了很多 但他也知道 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 不可能像他一样 有这么多的机会 去接触广阔的世界 于是他冒出了 一个新的想法 我想把这个世界的美好 分享给更多 心中有梦的人 王小猴想成为 更多人的眼睛 让那些因种种限制 无法走出来的人 通过他来看看这个世界 他成为了一名旅行者 一年大多数时间 都在路上 然后通过各种社交平台 把一路上的见闻和感悟 分享给大家 全情投入 做自己喜欢的事 一定能做出成绩 很快 他的旅行攻略 被很多人喜欢 在网上 有了近240万粉丝 相比于其他旅行博主 喜欢把照片 修得很精美 王小猴的游记 更多传递的是真实 在冰岛裹得厚厚的 素颜逛街拍照 在摩洛哥小巷里 和小贩砍架 砍到天昏地暗 他的旅行 总是很接地气 却处处传达给人 阳光和愉悦 有个铁粉说 总会被他的能量温暖到 也希望自己 能成为给他人 带去快乐的女生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王小猴还会做些 和旅行相关的 公益活动 在泰国清迈 他曾住在一家 大象主题的民宿里 他和民宿主人 一起照顾 被人类虐待过的大象 并且用民宿的收入 为当地女孩 提供受教育 和工作的机会 后来 他自己也在清迈 拥有了一家民宿 用来结交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现在的王小猴 和志趣相投的男友 居住在深圳 这是他们 共同喜欢的城市 他们也经常 结伴旅行 在追梦的路上 王小猴 多了一个 可靠的伴侣 站在当下 回望过去 王小猴一定会感谢 五年前那个 思索人生 勇敢尝试的自己 他也一定会感谢 十年前那个 不安现状 有梦就去追的自己 许多人都羡慕王小猴 本质是在羡慕什么呢 是羡慕他在这个成功模式 越发单一的时代里 能够独立思考 勇敢行动 由自己创造 和定义了成功 但其实 我们每个人 都有机会成为王小猴 因为他身上 最重要的两个品质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拥有 那就是 有思有为 有思 就是停下来多想想 思考自己 真正要什么 思考人生的意义 在何方 有为就是 私行合一 想好了 就勇敢去做 失败又何妨 只要心态年轻 就有无限可能 王小猴的有思 让他摸索出了 自己喜欢和擅长的领域 王小猴的有为 让他在三十岁的年纪 拥有了丰富的阅历和故事 而这些 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啊 思考 行动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所以 与其抱怨生活的不如意 不如做一个 出发的年轻人吧 王小猴说过 太阳会偏爱 像梦想奔跑的人 奔跑吧 朝着太阳去飞 创造你 独一无二的 无价青春 世界一定会 狠狠地奖励 那些有思 有为的年轻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